是任两岸航班的需求终于露出曙光 大陆南方航空9月22日起 恢复武汉的航班 9月26日起恢复郑州航班 通航点增为五个城市 另外东方航空9月23日 复飞台中南京 9月25日恢复台北宁波武汉 累积九条航线 日前政府开放大陆旅客 可以经由第三地来台 但成效似乎令各界打上大问号 这怎么会有成效 我住在日本的大陆人要来台湾 你想他会来台湾吗 收音不大 旅行社业者表示 两岸直飞航点疫情前 实际直飞高达约51个 如今约14个 根据交通部统计 去年疫情期间两岸直航 载客数超过32.8万人次 今年前三个月 总载客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6月两岸进出旅客人次 超过33.66万 年增19.6倍 占总进出旅客比攀升至7% 华航9月22日起 恢复松山到福州的航班 针对大陆市场 共计7个航点 每周约60班 会持续视政策变化 长州用北京 上海全都等8个航点 每周飞航50班 未来也会是市场的需求增加 飞航航点及航班 大陆的团体一进 然后自由行进 它不是15天就是8天 提供了台湾的就业机会就蛮大的 交互观光局跟陆委会 就是让我们业者一直释放 业者都期盼解除进团令 势必迎来大量的载客潮 更能带动国内观光无限商机 这里请杨宗彦台北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